诶 沈老大 现在的进度怎么样了 芯片2.0已经成功量产 量品率已经完全达标了 哼 非常好 沈老大果然做事效率高 老板 你找我呢 对外发布信息 说咱们的1.0芯片发布会定在明天 你俩去准备一下 1.0? 我们不是已经研究出了2.0版本了吗 哼 科斯等了这么久 肯定要给他们表演的机会 爸 明天就是龙心举办发布会的日子了 咱们要不要准备点记者过去 放心吧 我早就安排完了 哎呀 印象到明天这帮人 高高兴兴地发布1.0版本芯片就被我们截胡 真是感觉浑身舒畅啊 专理成书什么的 明天系的都带上 必须要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嘿嘿 我办事儿 你放心 明天肯定会把龙心狠狠按在地上摩擦 快点 我要去站个好位置 明天的头条稳了 曹家这两个傻子到底叫了多少记者过来 等会有他们出仇的呢 曹经理 发布会的网络宣传工作准备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 就等发布会开始了 好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材料都在这儿了 等发布会进入正题后 就给他们致命一击 好 只要你办成了这件事 我也能顺理成章地把公司交给你了 谢谢吧 欢迎来参加我们龙心的新品芯片发布会 下面 我将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请看大屏幕 抱歉 陆女士 我想打断一下 哼 这个蠢货终于忍不住了 贵公司这款1.0版本的芯片核心技术 与科斯正在生产的一款芯片 可是极其相似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剽窃行为 你要怎么解释 龙心的业界的口碑一直都很好 怎么可能会做抄袭这种事啊 抄就算了 还堂而皇家的召开发布会 太不要脸了 请各位保持安静 关于曹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们有请龙心的所长来为大家解答曹先生的疑问 凌云 这个脑残纹怎么还上台了 儿子 你认识他 认识啊 他是优创的负责人 好吃懒做 草包一个 咳咳 曹老哥 好久不见 少靠近我 就算你是龙心的所长 剽窃我们科斯的技术这事儿 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谁剽窃谁 还不一定呢 其实我们今天这场发布会 不仅仅是公布1.0版本的芯片 为了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 我们还会同时发布 更强大 更先进的2.0版本 什么 至于刚才曹先生说的 剽窃问题 完全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们有研发和生产更先进芯片的能力 为什么还要去抄一颗落后的东西 而且科斯之前雇佣了 从龙心离职的某位高级研发人员之后 就火速申请了专利 这中间的猫腻 我想不用多说了吧 今天大反转呢 太不可思议了 科斯这是贼喊捉贼啊 怎 怎么会这样 灵异 你太卑鄙了 居然挖坑让我们跳 真是太卑鄙了 哼 我没听错吧 明明是你们利用了龙心离职员工 盗取了我们的技术 现在确说我卑鄙 你 不好意思啊 曹总 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哦 对了 我还听说你们和杰城公司签订了三十亿的合同 要保证一年之内芯片的先进性 否则就要五倍赔偿 五倍赔偿 那不就是一百五十亿 爸 你怎么了 爸 林总 科斯最近股价大跌 市场上抛售的股份为全数买进了 我这边也在跟进 杰城公司三十亿芯片的赔偿问题 很好 这下科斯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这段时间你俩辛苦了 好好放个长假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啊 科斯的事情总算了结了 恭喜主人成功收购科斯 奖励结成公司百分之八十股份 现在您是结成公司的真正老板了 来都来了 那就顺便抽个新职业吧 恭喜主人 抽中临床医生 奖励合金手术刀一套 这套合金手术刀也价值不菲哦 请主人查收 你好 我是中海医院的人事部主任 恭喜您通过考核 定到九点可以来上班了 好的 谢谢 我回来啦 祝贺你啊 林总 听说你这次狠狠打败了科斯 已经快要把他们收购了 纪总消息这么灵通 不会在我身上装监控了吧 你闹出这么大动静 我想不知道多难哪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杰城也是我的全资公司啦 那岂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掌握了衣食住行的型了 是这样的 没想到你的商业计划进行得这么顺利啊 你真是个经商的天才 哎 什么天才不天才的 我只是比别人运气好一点而已 对了 过几天我要去竞标一块地皮 你快来帮我知道知道 行 竞争对手都有谁 有秦汉的中汉资本 赵正阳的天红集团 和商业巨头远东集团 哦 竞争还挺激烈的 不过只要报价合适 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竞争好心 帮帮我爷爷 别动 我来看看 我是中海医院的大夫 不好 他这可能是未出血 我建议 马上手术 手术 老人家年纪大了 手术能不做还是不做了吧 而且我看他也不像是未出血 什么 小妹妹 要不我来帮你爷爷看看 嗯 你去旁边的药店买一盒乳酸菌 和半乳糖甘酶 哦 胡乱下药 出了事 你可要负责的啊 啊 小ée rze 收 呃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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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